月积花叶片插入芦荟中也能生根繁殖 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芦荟呢可以当生根叶来使用 这个大家呢也都知道 我们呢选取叶片的时候 一定要选取这种健康的叶片 无虫害的叶片 我们选取下月积花的枝片之后呢 把这个月积花 在这个找来这个芦荟 把芦荟切成一小段 然后我们把月积花枝条去给它插入芦荟中 插入好之后一起埋入到疏松透气的土壤中 就可以再用个大点的桶 我们去给它罩住 30天左右的时间呢 这个叶片呢就能够长出小花苞 底部呢就能够生根 用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也能够生根 成活率呢 嗯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是有的那个花友呢 嫌这个成活率低的话 我们可以多找几个叶片来进行掀插 喜欢的花友呢 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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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